兄弟们,我们在吃老公鸡的路上啊,越走越远了啊,今天我们一个老大哥,请我们吃九零半,老公鸡,哥有九零半,这个老板家是九零半呀,哇,这个还嘞,看,这个凳子,这个凳子啊,你表面上笨个话,我还要多回,说是九零半,其实可能,我记得六年,六年啊,多少钱,这只鸡,这个鸡贵了,一千两百八, 一千两百八,四斤重,哇,达到三百一斤的老公鸡啊,兄弟们,什么概念,这话不能乱讲啊,什么什么, 总国牛鸡,想想话,关当蹦步站一半,堂哥,这是毛鸡是吧,这是怀南毛鸡,怀南老公鸡啊, 今天是甲骨炖鸡啊,哦呃,对,今天是甲骨和鸡红商,哦,那这个甲骨多少钱呢,这个甲骨是六五斤重,一百二斤、六百块钱,六百? 鸡是1280 对对对 龙龙是1880 对对对 我堂哥破费了 对的提前十天预定的 提前十天啊 对对这个鸡非常难搞 看这刚搞好的这个鸡 哇这个凳子啊是我见过最弯最长的啊 这边厨房载好了一排鸡啊等着烧 这个鸡怎么卖啊 这个羊大小年是280 哦2到3年280 这个凳子要短一点 老板娘烧菜啊 这是烧的什么 猪蹄啊 猪蹄啊 这种土菜馆啊 这种土灶烧出来的菜 还有话讲啊 看看看 这个肉也很老 这个肉很常老 我得开的 我得开的 这个滑板的月亮 来看看这个鸡的这个肉质可漂亮可照 老公鸡刚杀好啊 肉质你们也看到了啊 绝对可以 我给全国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啊 为什么公鸡可以养到 2年3年4年5年6年7年8年9年啊 今天这个是9年半 就是淮河两岸啊 淮南 呃 楚州定远啊 凤阳 这边凤台 呃 靠着交港湖啊 这一片 吃老公鸡非常非常的盛行 啊 他们这本地人啊 认鸡越老越好吃 吃老公鸡多啊 呃 吃老母鸡的要相对少一点啊 在我看来啊 其实鸡养到 公鸡啊 养到一年 又好烧 又好吃 他这个估计 如果不用高压锅得要 五六个小时 差不多五六个小时 我这个鸡 根本都 根本都不转天卖给你们 我这个鸡 这个鸡蛋子 有时候最高得卖两人多块钱 就是这个鸡蛋子 给你们看一下 我超喜欢的这个菜啊 青羊柿子 老板这个青羊柿子炒什么 青羊柿子炒 炒鸡蛋 炒五块钱一个的鸡蛋 鸡蛋五块钱一个 鸡蛋五块钱一个 对对对对 哇 青羊柿子炒鸡蛋 鸡蛋五块钱一个 这个鸡蛋子你照任何一个费钱 问一下 看出来的 这个 这个 用这个锅 炖要炖多久来 五六个小时 这个五六个小时不行 这个小级十年一起 它这个锅皮 估计要在八个小时 要是慢炖的吧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高鸡蛋一个小时 高鸡蛋一个小时 高鸡蛋一个小时 要等着吃 要想慢炖 一直等 慢慢炖 你这个推扭了 五六个小时差不多 不是推扭 绝对不是推扭 绝对不是推扭 你自己买在家少都是一样 绝对不是推扭 这个时间 一年的挤少一个小时 基本上两年的挤两个小时 三年的挤三个小时 兄弟们 烧老公鸡实战教学 三年老公鸡 三个小时 四年四个小时 五年五个小时 六年六个小时 九年半 快十个小时 哦 甲鱼单独烧啊 甲鱼不能再快烧 甲鱼不精炖是吧 这边老公鸡上高压锅压起来 老板算账多少钱 哦来了来了 多少 一千九百九十六 哥哥哥哥 哥一千九 哥哥请客了啊 哈哈哈哈 发一万九的哦 一千九 欢迎再来啊 欢迎再来 欢迎再来 谢谢谢谢啊 好好好 欢迎再来 感谢吧 疼得好像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哈哈哈哈 哈哈 这饭我们还是继续要吃啊 高压锅压了一小时 二十分钟的老公鸡啊 然后加到烧好的甲鱼里头 哎 兄弟们 哎 可有食欲 可有食欲 这锅 可照 哎 得劲了啊 你还烧过比这更老的鸡啊 没有没有 这是最老的一只 哎 太老了 人生苦短 八九闹满 哈哈哈 感谢唐哥啊 要不然没有机会吃九年半老公鸡啊 看 这个凳子 哈哈哈 刚才感觉你父亲有点不高兴啊 哎呦 我去我徒弟我都不高兴的 我的妈 一定叫我咋跪咋跪 哎 没有没有 真没有我都不敢点菜了啊 哈哈哈 来来来 先吃先吃先吃 这个我不吃 我要吃吃甲鱼 甲鱼啊 来吧 来我们先吃哈 其实要吃公鸡 我也不知道怎么吃啊 我先吃 吃甲鱼 九年半的大公鸡 嗯 嗯 我这个是 一把二一英的甲鱼 一把二一甲鱼 对 这公鸡贵了呀 嗯 公鸡花四百块钱鱼了 一千二百八 鸡血子啊 我吃了一块鸡肉啊 嗯鸡肉 这个材料你吃啊 都给我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好东西啊 嗯嗯 起码在安徽啊 老公鸡绝对是好东西啊 哦 怎么样 脚质的 皮是韧的啊 是皮啊 你刚才没看到啊 高压锅压了一个多小时啊 哦 用高压锅压的 嗯 我刚才没注意 来 来 来来来 我进去尝尝啊 哎呀 你客气 啊 这个球 可以可以可以 来 再尝尝这个五 五块钱鸡蛋 哈哈哈 我刚才要这个问你这个老公鸡能 最老能找 等会 我再回答你 五块钱一个的 鸡蛋 鸡蛋 就是公鸡蛋 公鸡蛋 公鸡蛋啊 观众送个七花公鸡蛋 我之前看你吃八百块钱一只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这个鸡最老可以长到多久 这个鸡最老可以长到多久 这个鸡最老可以长到十二年半 十二年半 嗯 我今天有个人发个信息 唐哥你坚定一下我 讲的 徐州有一个十五年的 最近哪个有时间啊 那最老长十二年半了 徐州怎么会会会有十五年老公鸡 老板叫我们去吃老公鸡来的 有一家十五年 肯定比这个又拐弯了 来来 我经理我经理 最近你可以有时间啊 跟着唐哥走啊 哈哈哈 吃遍全国老公鸡啊 也不是也不是 我搞这个半个转嫁了 也得让我见听一下呢 我一个十五年的你个过来 最近你可以 去 一定要去 徐州 去徐州 见听一下网络热门生物 十五年老公鸡 去徐州 确实是啊 见识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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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家吃老公鸡 但是吃不了 两三年这么老的啊 也买不到啊 买不到 他这个讲的 这个老板讲的是 是小孩看起 是抓住 抓住坐月子 娘娘送你去 就当玩具玩的 所以要不然怎么能 可能讲十几年 九年半讲的 你看这个轿质 看下这个汤 泡饭吃 绝对 绝对 绝对赵 赵 赵 赵就是你们 徐州话了啊 徐州 这个奔布都讲 赵 我先拿这米饭啊 我们猫鸡话讲 各 各啊 嗯 这个也是好甜 人都知道 酱豆子 酱豆子 臭的 不臭 嗯 我们家讲酱豆子 其实他们这边讲 猫鸡这边讲 兄弟们 还来不只有牛肉汤啊 还有老公鸡啊 确实好吃 确实好吃 啊 啊